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可以通过拍摄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从而来获得利益 三个人也放弃了报警的念头 但是收获利益的同时却发生了另一件事情 原来是一直在和赌博哥比赛的黑社会 发现最近赌博哥一直赢 怀疑有蹊跷 而通过他们三个人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马脚 也让黑社会找到了把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 怀疑赌博哥要报警的黑社会 准备对三人动手时 赌博哥偷行并删死了黑社会 获得了黑社会赢的钱 正当男主想要和他们平分前离开这里时 却发现赌博哥和金发妹居然在偷情 切结的男主也没有多想跟赌博哥打斗了起来 在过程中金发妹出手杀死了赌博哥 而发现金发妹还在窗户贴字条的男主 也通过金发妹阐述这项明白了一切 也知道了原来赌博哥和金发妹偷情并不是在未来 而是发生在之前 意味着金发妹早已背叛了男主 无法原谅金发妹的男主想要摧毁相机 却被金发妹一枪打死 而这个时候警察也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最终的结局就是金发妹遗憾的被警察逮捕 面对明明已经知道要发生的事情 却无济于事 看完这部电影 小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总会说 要是早知道就好了这样的话语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 大家或许会明白 早知道其实不能起什么作用 一切还是要顺其自然 好了感谢观看 再见 再见